今年的五雙冠军 还有一个比赛吗? 比赛的比赛吗? 比赛的比赛 比赛的比赛 可以说一下你们 准备一下今天的比赛 然后给自己的一些评价 可以说一下今天比赛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其实 我跟我的搭档打得都很好 就是可能是我们的 在前准备会觉得在场上 在场上都很好 所以会选择在遇到困难 在一些被赛的情况下 我能够处理的就是 比较好 今天我和我的搭档打得很好 我觉得它是很好的 然后它们做了一些 很好的准备 遇到他们的搭档打得来 在场上都没有出现 然后在场上都没有出现 所以他们的结果 所以他们的结果 就会有出现 所以这就是 他们的结果 有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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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到 他开始的举业 在夜晚 然后在超100 现在在超1000 现在超1000 你感觉到 有什么感觉 之前呢就是 在印尼也有得过 100赛事的时候 然后今天是得到 超级1000的 那个冠军 对你们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一开始 印尼 滑朗是100的级别 可能从那会 我们也才刚出来 然后到现在 1000的比赛 能得到冠军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是个什么时候的 鼓力吧 也算是一种进步 OK OK 当初他们的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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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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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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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ض你是什么 轻撫 对 points 这样 那时候 军这次 那时候 我觉得后面就是所有的球以及我们参与到的每一战比赛 我觉得都是要做好自己就是一分一分做好 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撑起就是在之后我们也能承担重任 单当起混乱组就是为团体来分这种角色 好 后来这些他们会在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 所以他们也想到前面是成为终席的肩膀的肩膀 中的肩膀的肩膀 对于中国的肩膀的肩膀 我怎么想到这些肩膀的肩膀 看来是中肩膀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但下面是在级膀的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但下面是有很多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我们可以看到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我们可以看到肩膀的肩膀的肩膀 我们可以看到肩膀的肩膀 对于中国的肩膀的肩膀 因为可能比较肩膀的肩膀 现在还在打比赛嘛 然后你们新一辈的又在出现 你们的训练方式是怎么样 他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中国的肩膀肩膀的肩膀 那么厉害 我们去年上的肩膀肩膀肩膀 因为我们大哥大姐他们也是世界排名表前的肩膀肩膀 不適合自己的教育 那些是有很多 那些是有很多的教育 所以,由Cococo和CCCD 那些是有很多的教育 那些是叫做什麼 那些是有很多的教育 对于你们今天的对手 因为之前打比赛的时候 一直就是你们 他们赢的会比较多 而今天是他们得到一台 你们得到一台 然后对于他们今天的打法 你们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是没有压力的 我们是全力去冲击的 也是说了就是他们赢的比较多 我们输的比较多 我们更加会没有包袱 就是我们可能会打的也更加试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 能够赢下来的愿意 他们觉得今天可能 因为财产的比较 他们今天没有财产 所以可能会有财产 因为他们相对比较多 比较多 有一点多 对于在印尼打比赛 你们感觉这边怎么样 对于这边的观众 这边的场地 这边的氛围 有什么还要再补充呢 我觉得你比赛的整个氛围会比较好 包括球迷的粉丝都很热情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选手 都会很热情的对方选手加油 我觉得整个场馆会让你比较喜欢 对于这边的观众 这边的观众 非常热情 对于中国的观众 也不仅是在中国的观众 他们也非常欢迎 来自中国的观众 对于这边的观众 谢谢 谢谢大家